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我是转角国际的主编林奇浩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未来不好说的这个系列的题目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转角国际是现在华文里面极少数针对国际新闻 还有社会历史文化议题的一个专门网站 我现在担任的是这个网站的主编 虽然说这是一个新闻网站 但实际上我自己并不是新闻科系出身的 我自己是从历史系毕业 然后念了历史索 后来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到传统的广播电台当DJ 然后又在阴错阳差误打误撞进到了新闻产业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 虽然看起来这些经历都跟整个工作没有什么相关性 可是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些神秘的巧合 在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美国人叫做Edward Morrow 爱德华蒙洛 他是生于20世纪的人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 很有趣的是我要谈他这个人 其实是我以前研究所论文所写的一个主题 他是影响了美国乃至于世界现代新闻的传统价值观念 那他改变了这些观念而且是影响很深的一个人物 那也有趣的是他自己本身虽然也是一个知名的记者 但他也是不是新闻科系出身 那是一个教育家 后来阴错阳差变成了广播员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他就变成了这个战地记者 从战地回来以后刚好电视媒体的兴起 整个媒体环境跟社群都不一样了 那他又变成了电视的新闻主持人 那他终其一生呢 其实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情 就是他对于好的新闻 卓越的新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反复地质问这个世界 也质问他自己 那他一直认为 所谓好的新闻 不只是他事实的正确而已 好的新闻应该是要有挑战能力的 他可以去质疑 去挑战权威 那除此之外呢 他也希望好的新闻也可以是温暖的 所以今天的我的讨论里面呢 除了会借用一些蒙弱自己的经验之外 那也结合身在当代的我们 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怎么在这样的狂乱的社群里面 去做一个新闻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里面 当代的网络社会 是一个社群非常蓬勃的时代 但是呢 他也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时代 当然我们很幸运的是 现在我们要找到网络的资讯 我们有非常多的资源 我们要接收资讯都其实比过去一百年的人来讲 那我们是非常的及时 而且非常全面的 但也不幸的是 我们常常看到的东西呢 可能让痛苦更加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那我们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 其实常常都会有人问 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国际新闻 为什么我们需要国际观 甚至好像讲了个半天 也不知道国际观 这三个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其实说真的 看国际新闻对大家来讲 它是痛苦的 因为你被迫要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 战争 瘟疫 饥荒 死亡 常常在这里面呢 我们感受到的是痛苦 那除了痛苦之外 我们除了看过新闻之后 心里面留下了一点点伤害之外 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得到更多的资讯跟脉络 来养成自己的人生观 或者是世界观呢 好 那我们这边先讲 转角国际作为一个角色 那我们在这里面是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又和传统的新闻媒体不大一样 我们是全线上的媒体 那我们的团队呢 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只有四个人在营运一个网站 那在这种社群分裂 分众的时代里面 我们所想的 其实并不是想要提供 过去传统新闻业所做的事情 我提供你一个资讯 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已 我们想要做的是 再更进一步去做提问 在这新闻的背后 它有什么样的脉络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向这个世界 向这些题目去提出质疑 去质问 也许我们未必有真正的答案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去怀疑 那甚至我们在面对战争 灾难 政治 经济的角力的时候 可不可以多想一步 多想两步到三步 我们去来看这些背景的脉络 这张照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认得出来 这个是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 马上在集市新闻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外媒所垂传的照片 这是在乌克兰东部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当军队刚普丁开始确定 我要入侵乌克兰之后 哈尔科夫的城市里面 马上就出现了炮火 进到家园里面的场景 那在当时 包括台湾在内的网路社群 当然全世界都一样 其实就马上散发出 很强烈的焦虑感跟危机感 因为今年的这个事情 2月爆发以后 恐怕是21世纪的人们 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近一次的距离了 所以在国际新闻媒体上面 当然全部的焦点 都会在这个部分 那我们同时也感受到了 在网路上面 包含台湾 其实大家有非常强烈的焦虑感 即便这个乌克兰 离你有相当的距离 并不是发生在你身边当中的事情 但是大家可能会做一些联想 万一真的爆发了战争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那当时我们在做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除了告诉你战争的资讯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再做更多一点 我们的国际新闻 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那这边我们就以 转小国际的daily podcast为例 daily podcast是我们自己做的网路广播 那我们除了网站上面的文字内容 即时的更新之外 深度的专业之外 我们也想说要做podcast的部分 让从疫情年代以来 越来越兴盛的podcast听众 那我们有多一个选择 那我们在daily podcast那个时候 跟随着战争的爆发 其实也做了蛮密集的更新 那每一天都会 甚至有一到两则的战报更新 但是呢 除了看文字之外 其实收听声音内容 它的感染力是很强的 所以如果我在做战争的新闻的时候 可能会对人的情绪造成一些问题 那我们的做法 是除了战报的资讯之外 我可不可以再做多一点 安抚收听这些内容的听众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当听到内容的时候 可以不用慌张 我们可以做冷静的判断 那我们的做法呢 自己有一个原则 就是声音及内容 我们的声音出去 那个声音的语调 都可以来作为一种安排 我们可以不用像 可能相对比较传统的电视 它会采取比较激昂或者激烈 比较严肃的声音 我们可以把声音放平缓一点 甚至是在节目的最后 当我们把战争的声音说完以后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入一个古典音乐 钢琴或者大提琴 在听觉上面去安抚你的情绪 这样的做法 其实会对乐听众来讲 相对比较有帮助 你可以不用感受到恐慌 你可以去多冷静想一想 那其实这样的经验 我借用的就是美国 刚刚我们说的爱德华蒙洛 他当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前往战地里面 那第一次做了 当时很罕见的广播的战地新闻 那他所做的做法就是 语句能够平缓 平和 甚至是在用音乐的方式 来带领大家的情绪 不用那么的慌张 不慌张你才能够做冷静的判断 那如果我们在社群上面 感受到的是 很强烈的负面情绪的话 包括像是我们看乌尔战争的新闻 或者像其他的新闻 如果这样的负面的循环 不断地发生 那他其实真的是会对人 造成很强烈的影响的 下面我要再举另外一个 也是社会案件的例子 它是发生在2017年 一个英国少女的事件 我们下了一个标题 叫做社群会杀人吗 这社群指的是网路上的社群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se 它其实发生在2017年 是14岁的英国少女莫莉 那在2017年的时候 很不幸地她在自己的家中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后来的调查里面 当然还是要去查询她的死因 她的生前的一些状况 那就发现她的IG账号里面 存了2100多则有关于自杀 或者忧郁 或者相对比较负面的内容 然后她的Pinterest上面也储存的内容 也有包含469则类似的这样的贴文 后来这个事情有经过了一些调查 那比较特别是在今年2022年 其实就在前一阵子不久 英国有做出了一个判决 这也是史上非常罕见的一次 认为说莫莉的死因 其实和社群的演算法 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换句话说 过去她自己也有一些身心状况 可是当她在浏览IG 浏览其他的社群媒体的时候 这些东西会让她演算法 推播她这些类似的内容 她可能按过一两个东西 可能储存或者按赞 但是演算法认为 你可能蛮喜欢看这些东西的 不断地推播你 形成了一个 你很难逃出去的一个 像是墙壁一样的东西 那对于一个14岁的少女而言 如果她没有及时的判断力 或者是知道怎么去求助的话 或者外人可能看不太出来 有什么异样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 那也很不幸 2017年的时候就选择了自杀 到2022年这个判决出来 当然引发了不只是英国 包含国际社会 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的社群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它是不是太过密集地 让觉得大家变得更紧张 变得更焦虑 让大家凝固在某一个同温层里面 出不来呢 又或者是在现在的这样的 我们可以讲社群蓬勃的社会里面 好像我们太过强调某种社群经济了 我们一定要发展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建立关系 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 把自己逼向一个 你非进步不可的一个境界里面去 那是不是对大家造成太大的压力了 那作为我们自己国际新闻媒体 或者我们讲 我们其实自己也在做社群媒体 那我们在做这些新闻的时候 又可以怎么做呢 或者身为乐听众的各位 读者 听众 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 更积极的作为 如果你可能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有人会说 你不要看就好了 你把你手机关掉就好了 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使用手机 使用社群的频率 你叫它完全关闭 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做法 所以回到口头来 其实我们讲的 还是几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还是讲到好几年 就是媒体试读的能力 媒体试读 虽然大家都会讲这个词 但实际上到底怎么做 好像还是一坨雾水 但第一个最简单的原则 还是判别你的新闻资料来源是什么 对于来源的需求 这个来源可不可信 这个来源有没有一些比较坚实的基础 它来自什么样的单位 那它是不是抱有某种立场 很多新闻媒体其实都会有政治立场 这个很正常 但是这些立场会不会影响到它的事实 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再来是自我觉察 自我觉察是当我看到新闻之后 我明明其实已经很焦躁了 那我是不知道可以什么时候要稍微停止一下 不用那么密集地看这些新闻 那或者是说 当我知道自己有点状况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有一些其他的管道 我可以去疏解压力 我可以去寻找朋友 可以寻找家人等等 这是自我求助的部分 再来是知识的累积 你要去判断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还是需要知识的 所以我们要去做理解 去做课题的研究 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说 哪一些东西它可能比较接近事实 哪一些东西是在胡说八道 再来就是学习调试自己的情绪 那其实呢 我们在做社群媒体的时候 常常会收到读者或者是听众 他们的留言或者反馈 那都会想到说 每次我们在面对到 可能现在假新闻 或者社群媒体的各种狂乱现象 或者我们刚刚讲到的 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功夫 现在看新闻 还要做各种研究 我才不会被骗 那这些听起来 其实某种程度上还蛮悲观的 就是感觉有某种危机 好像正在降临 那的确也是 身处台湾的各位 现在应该是对于未来 这件事情恐怕是 心里面有点忐忑 因为未来是真的不好说 从今年度以来的乌俄战争 那到现今我们地球上 仍然还是有一些独裁政权 你很难不保证说 哪一天突然抓起来 就发生什么奇怪怪的事情 武力统一之类的恐怖的事情 所以未来是真的不好说 但是这并不代表 我们大家只能绝望而已 我们还是有一些 更积极的作为 我相信各位 在2022年的今天 2022年也快要过去了 未来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机会 我们可能在做社群媒体 或做国际新闻的人 相对起来也许相对是悲观的 我们看到了可能更悲惨的未来 但是各位 在座的各位 您那边都还来得及 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媒体试读 另外 关于国际新闻这件事情 国际观 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自己的兴趣 从自己兴趣入手 感兴趣的议题 然后再来延伸到国际新闻 它不见得是政治 不见得是外交 经济这么严肃的课题 从兴趣里面 我们再提升成关怀 我可能更关怀的是人权 我可能更关怀的是性别 然后把这个关怀 再转化成行动 行动未必真的是 要跑到街头上去做什么 行动也可以是分享 可能比较可靠的资讯来源 行动也可以是 你自己去做笔记 自己去做书写 自己去做购买 这些都是一种行动 或者是跟你的亲朋好友 介绍 哇 这个新闻很不错 或者是哪些东西 是我们可以值得深入探讨的 好 最后一个 送大家名言警句 这是我们作为媒体人 自免的一句话 这也是沿用了蒙诺的话 要具有说服力 你就必须是可信的 你要有可信的 你就必须是可靠的 那你要成为一个可靠的人 你就必须是真实的 这个真实指的是真相 真相这件事情很重要 用良知去求取真相 那这句话送给大家 最后 转角国际的四个编辑团队 我是主编齐浩 还有我们的编辑会宜 编辑赖云 编辑木宜 那我们营运一个网站 也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